记者从四川省交通运输厅获悉 经过公路抢通宝通应急抢险队 33个小时的艰苦奋战 昨天下午的17点 省道210县宝兴县临关镇 至宝兴县城段抢通了 至此庐山镇区救灾生命通道 省道210县全县抢通 行程都江厌市到小金县 再到宝兴县到庐山县 再到雅安市的生命环形通道 从庐山县到宝兴县 去经省道210县 走42公里的山路 由于宝兴县位于甲金山山区 原本有南北两个方向可以进入 但地震发生后 从南往北 庐山县到临关镇的20公里 因山体塌方断路 救援队伍在这里受阻 大家来看这个路 塌方体还是非常非常的严重 而且前方就是一个最大的塌方体 如何打通这条生命线 现在成为当下最紧急的任务 下午6点左右 从庐山县到宝兴县受阻道路 实现全线抢通 运送抢险机具的车辆 医疗救护车和运送抗灾物资的车辆 都可以通行 道路抢通以后 交通运输部门正组织力量 全力保证道路畅通 个资本 联ह � folks 一直研究